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 宿舍里的昆昆每天晚上都要上两千面厕所 上完后还要再下两百个鸡蛋才能睡觉 同学们在这种气味下活得是生不如死 校长更是当场的昆昆赶出了学性 被赶出去的昆昆非常生气 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放屁臭自己的同学而已 凭什么开除他 如果校长不在三天之内带领全校同学给昆昆道歉的话 那么昆昆就要发动律师函 把他们全都告上法庭 可不幸的是等了三百年 校长还是没有来道歉 无价可归的昆昆只好四处游浪 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好朋友小黑子 小黑子告诉昆昆 昆昆呀 我有一套精装的别墅 但现在我不住了 你要是想住的话 我那千六百亿便宜卖给你好了 昆昆一听这么便宜特别高兴 当天下午就跟随小黑子一起搬了进去 昆昆一看这么好的房子 不仅价格便宜 家具还非常齐全 这时小黑子都过来说 昆昆呀 如果晚上有陌生人过来找你的话 你记住千万不要给他开门 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知道吗 说完小黑子就走开了 开始昆昆并没有在意 可后来有一回昆昆在玩游戏的时候 听到窗外吵了嬉笑的声音 昆昆扭过头一看 发现战刃的竟然是一个陌生男人 昆昆感觉他不像是个好人 但自己的房间里面只有三样东西可以躲 分别是柜子 床和门后 可外面的人一直在盯着昆昆 那么请问昆昆该怎样才能活下来呢